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的视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位于多伦多西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Oakville 平时的视频给大家介绍的比较少 之前我在Oakville也卖了一套半独立 418号George Ryan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看看房子长什么样子 可以到我前面的视频去看一看 今天主要是我在的区域是Oakville 这个是一个Oakville的一个老的街道 就比较传统文化保持的也比较好 今天带大家逛逛这里 其实多伦多周边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小镇 其实大家并不需要跑得很远 比如说要到什么河波 要到这个Brandford 往伦敦那边跑 其实在Oakville这边的这个Oakville 这个小镇这边确实已经很漂亮了 所以我的镜头就会带大家随处看一看这条街道 然后顺便还可以去湖边看一看 中午在Oakville的餐厅里面 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疫情期间 室内不让吃饭 只能在patio上吃 所以说呢 我也来吃一个中午的工作餐 一个小羊排 酒就不喝了 下午还得看房 所以说呢 就简单的吃一点吧 这一份羊排呢 就是38加币 加税加小费的话呢 大概是50块钱左右吧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Oakville的这个老街上面了 非常漂亮的街道啊 都是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 他们把这个楼下的都改成这种零售店了 对面是anthropology 现在这零售店开门了 还要需要排队啊 非常休闲的一个小镇 很多年纪大的人 中午都来这里吃个午饭啊 跟朋友约个喝咖啡啊什么的 非常的惬意 正我想起了 在西班牙南部旅行时候的小镇 这里还有很多有特色的这个小店 比如说这家Tribeca的咖啡 这就是这家咖啡店的里面啊 刚买了几包豆子 好了 现在走 旁边还有一家上海弄糖美食中餐馆啊 两边都是一些银行啊 有些商业的 都在旁边生活起来 比如都是比较方便的 这附近的房价也真的不便宜了 随便一个townhouse这种连排正屋的话 而且还带点管理费的 都要差不多300多万了 那更何况这种独立的house吧 附近的condo也很贵啊 condo价格有大概200多万 100多万到200多万之间吧 非常漂亮的这种庭院啊 下面的餐厅 疫情现在已经控制的比较好了 安省的话每天的话可能 连续几天已经不到300例了 所以说现在的政府呢 准备进一步开放 现在首先是他把这个 餐厅的这个pileo都打开了 所以说外面现在 呃 做的已经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样就对这个餐饮业 也相对来说是有一定挺大的帮助的 现在好像这几个大的连锁品牌呢 这个店上门口还要排队呢 什么像Lululemon啊 还有刚刚经过的Mandachino啊 加拿大的夏天是比较短的冬天时间长 所以大家趁着这个夏季 那么漂亮的天气 都会跑到外面做一些宫外活动啊 或者是在周末不能外出的事情往下 都会跑到附近的这种小镇上逛一逛 然后吃个午饭啊 弄朋友聚集会什么的 现在安省的话也是准备是室内的聚会 可以扩大到5人 然后在户外的聚会应该是可以到20多人了 奥格比尔呢 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最多CEO居住的一个城市 呃 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呢 因为是这个地方啊 其实离Duntown的距离还是挺方便的 做这个Go Train呢 也很快可以到达Duntown 或者开车过去呢 如果交通不是很拥堵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个地方环境特别漂亮 我想在这个Duntown市以南的社区呢 里面呢 都是绿树成荫 而且这个还有旁边还有靠湖嘛 安大略湖这边更加贵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确实挺受这个人喜欢的 不光只是这个这个西人只喜欢这一边呢 其实华人也是在这个西边奥格比尔是越来越多了 刚刚大家看完这个老奥格比尔的这个商业一条街 我们现在去看看奥格比尔湖边的景色吧 现在窗外呢 这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Townhouse都是两三百万了 这独栋的那就更贵了 像这种湖边的独栋很多 就是那么四五百万五六百万的都有 非常漂亮 这里风景 而且还有一个灯塔 等会我们下车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点呢 就是在这里这个Tenery Park 然后这边上都是有trail 是跟几个公园把它连在一起的 把车可以停在这里 然后走路到这个Waterworks Park这边去 平时在这里走一走放松一下锻炼身体啊 都是非常棒的地方 上面它在前面呢还有一个观景台 我们上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沿着湖边走 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这一排 连排别墅啊 我们平时说的townhouse啊 上面的这种直接后院 就是对着安大略湖的 最近的两个成交价都在310万左右 所以说只要你靠着湖啊 这种物业 真是不管你是独立屋呢 还是这种townhouse都是十分抢手的 因为就这一排大概可能是有十几户一出来 估计就被被人秒杀了 今天天气特别舒服啊 大概20来度一点也不热 然后很多人都在外面这种溜弯啊 然后在树下省省凉啊 然后看一看这个湖景非常漂亮啊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连排别墅的前院 前院也是挺漂亮的啊 因为这种连排别墅会比较宽一点 而且面积很大 它的面积大概是3000到3500尺之间吧 这个园艺座的非常漂亮 都家里面前面都一颗红风 而且环境特别漂亮 这边车辆也比较少 奥格比尔这边的房价在大概前两年呢 其实比约克区呢还是要便宜大概10%左右吧 但是自从去年开始啊 这个涨幅就太厉害了 因为前几年我给客户买的像45尺这种独立屋呢 都是大概130多万 现在45尺在奥格比尔的这个 东德西北这边新区呢 就基本上是要200万以上了 有的是210220看装修 奥格比尔这边的人群呢 他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当时看过人口普查的结果 这边的接受大专以上的教育的人 都基本上占到了60%以上 所以说呢 他这种高收入的家庭收入 就是说一年大概是在15-6万左右的社区啊 这比起马克姆 Richmond Hill Aurora这些就相对来说 会高了那么三四万一年 所以说房价后来补涨呢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公园的一角呢 欧格比尔政府还设置了一个 专门让你修骑车的 比如说各种这种工具啊 这种扳手啊 螺丝刀啊 什么都有 连这边连打气筒都配好了 所以说这些措施真的是 非常的齐齐啊 这条老街的位置其实就是在Lakeshore上面啊 是Between这个16 Mile Creek和Trafalgar之间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带朋友或者家人都在周末的时候可以逛逛 然后湖边也可以玩一下 有Lakeshore Park在灯塔那边 然后另外对面是Tenry Park 都是非常漂亮的 好的谢谢收看今天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 拜拜